新闻开始先来带您关心泰国在爆发了连日的群众反政府示威之后 泰国总理盈拉在今天宣布为了化解政治僵局将解散国会众议院 并且要在60天之内重新举行大选 我们今天的头条新闻 曼谷时间12月9号早上9点39分 泰国前副总理民主党前议员苏德召集反政府民众一起游行到总理府 苏德主张组成人民民主改革委员会 要求成立人民议会人民政府取代总理盈拉领导的政府 泰国总理盈拉则透过电视演说指出 她已提议一项法案以解散国会 并要求重新改选 前一天盈拉发表电视谈话强调不恋战权威 并愿意就她的去留举行公投 同一天泰国最大在野党民主党全体议员 集体辞去众议院议员身份 决定共同参与这场反泰国总理盈拉的大型集会 与人民移到游行 这起抗争活动源于泰国总理盈拉推动的特赦案 反对派认为这是让涉滩流亡海外的 泰国前总理戴克星 盈拉的大哥无罪返国的门票 尽管目前特赦案已被撤回 但局势演变为全面根除戴克星家族政权 才肯罢休的局面 新台来的电视叶文综合编译